看到園警到場穿著火辣的女乘客 立刻上前 和警方描述在捷運上 遭到跟拍的整個過程 就怕誤會對方 女乘客還特別更換位置 觀察男子的一舉一動 而嫌犯頻頻拿起手機朝他拍攝 也讓他氣得決定不忍了 事發就在五號晚上七點多 當時女子從捷運中山站上車 遭一名男子沿路尾隨 甚至還拿手機偷拍他的胸部 好在其他乘客見撞 趕緊上前協助將人帶到站外 由於遭拍攝的部位 算不算私密處界線模糊 女子也先提出性騷申訴 另外台北市中校敦化站 十六號下午也發生偷拍案件 原請貨報迅速到場 將眼前男子逮捕上銬 因為幾分鐘前 他涉嫌拿手機 在手扶梯上偷拍女子的群體風光 好在被害人發現後 第一時間上前呵斥 並將嫌犯抓住 不讓他離開現場 這回手扶梯二郎囂張偷拍 可不是一句道歉就能了事 事後被害人也已提告 不讓他繼續逍遙法外 三週五王宇宙來信義台北採訪報導